好,大家好,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5月的时候呢,将会隆中推出的Densify 所以在2012年呢,我们新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Densify 所以现在呢,有什么改变,有什么新的突破呢 接下来的时间将会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呢,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我的目录 就是我们的Densify 讲解之前有需要什么东西需要留意的 第一个部分呢,我将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Densify的Technology,新Densify的科技 第二个部分呢,我将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的产品知识 第一部分,New Densify Technology,新Densify的科技 第一个呢,你们大家可以看到 在荧幕上呢,其实有一些产品 是我们在2016年5月的时候新推出的 比如说,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就是我们Densify Female 这一次呢,我们把Densify归为为有男性跟女性的分别 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Densify Cure OM 就是这个就是for男生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Bondensitic OM 就是也是for男生的一个Shampoo 所以在中间呢,这个呢,就是适合男性跟女性使用的 我们就没有把它区分为女性跟男性 所以接下来呢,将会去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Karasas一直以来都非常光荣的 就是我们的科技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2012年呢,我们推出了我们的Densify 里面拥有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Technology 就是Stemoxidine 其实呢,Stemoxidine 如果我要跟大家在这边重温一下的话 你们都应该记得Stemoxidine是可以模拟 就是可以创造在我们的干细胞 在我们的干细胞附近呢,制造一个缺氧的空间 而这个缺氧的空间呢,就可以让你的新头发生出来的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非常简单 就是说,Stemoxidine可以模拟 或者是制造一个缺氧的空间 让你的头发苏醒,让你的头发再次的生出来